各位好 欢迎加入大爱十点新闻 我是林国新 首先带您看到坏天气 西班牙北部因为大雨来袭 河水暴涨溃蹄 酿成严重的淹水灾情 有一名汽车驾驶被大水冲走 不幸死亡 洪水加量大量的泥沙冲毁道路 景象是相当惊人 西班牙北部8号开始降下了大雨 当地河流在短短几个小时时间内 水位从11公分高暴涨到4公尺高 因此溃堤溢流造成道路中断 停电等灾情 同样在欧洲 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国家希腊 受到高温笼罩 气温直逼40度 当地的气象局发布了天气警告 要民众多加留意 艳阳高照不少人跑到海边细水消暑 希腊从7号开始一直到10号为止 尤其中部地区是最热的地方 气温可能飙迫40度 当地政府就呼吁民众尽量多待在室内 并且多补充水分 避免发生热伤害 中国大陆从今年5月底开始就进入了迅期 这一个多月以来各地经常发生烟水灾情 最新的官方统计数据出炉 到7月8号为止 政府救援还有撤离人数超过了25,000人 家门前的道路 大水淹道比胸口还要高 救难人员拉起绳索 背着民众协助撤离 这样的景象最近经常发生 中国大陆今年水患 影响人数超过163万人 有将近1万栋的房屋倒塌或者是毁损 灾情最严重的地方是在江西 浙江、湖南还有广西省 日本九州地区雄本市地方法院 接到来自全国500多位 汉生病患家属提出了集体国赔诉讼 上个月底一审判决国家应该赔偿 但是7月12号之前 政府可以决定要不要上诉 现在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经过内阁研议确定不会上诉 汉生病过去被称为麻风病 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 日本甚至在1953年制定麻风病预防法 全国超过一万两千名的病患被关在14个隔离所 剥夺终身自由 还强制接受节育手术 一直到1996年 这条法律才废除 但是至今还有1500人留在原本的隔离所 断了跟外界的联系 这项隔离政策造成患者跟家属权益严重的受损 法院判决他们有望获得台币超过一亿元的赔偿 焦点回到台湾 昨天中午的时候相信全台湾有很多民众 都收到登革着疫情警示的简讯 内容是说台南市的开山里有本土性登革着疫情 请做好防文 不过这一则简讯让非常多非台南的民众一头雾水 疾病管制署就表示 这是因为系统设定出了问题 同时也澄清 简讯没有花到任何的公堂 只是单纯的测试 许多人不在台南 但却收到了这一则台南开山里的登革着防疫简讯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系统在升级的过程当中 那可能在城市的搬迁过程中有一些出错 所以导致这个设定这个发送的半径的部分 从一个区域的部分 那变成全国都收到 原来是系统问题 不过台南开山里到底有多严重 卫生局连日喷药 因为截至目前为止 台南本土登革热增加到6例 其中中西区3例 东区2例 永康区1例 但这6人全都曾到中西区开山里活动 6例里面几乎都有跟开山里这边 跟董事长这边的活动点有相关 这6例里面他们有这样的地缘关系 让大家全国都一起来做这个防疫的动作 因为现在那个疫情蛮严重的 然后他有发这个讯息让我们知道 我们就会特别注意 我觉得很好 尽管系统出问题 但民众也都认为 简讯提醒防疫是好事 让资讯透明化 也请全体民众一起加强资金 全力防疫 大爱新闻 刘云副希望术台南报道 夏天除了要注意登革热之外 在户外工作因为天气相当热 一定要注意避免热伤害 劳动部特别镇制一套热危害资讯系统 提供事业单位及劳工随时可以用手机来查询 希望透过科技手段将热危害防治掌握得更加确实 大电风扇呼呼吹向伴随水雾 往天花板一看更是装有整套喷雾装置 30多瓶空间外头30几度高温 里头丝毫不受影响 这个休息区啊 洒雾系统 早上工具箱的时候都会危害告知 这个工地算很安全 有的有有的没有 那没有的时候怎么办 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找个地方休息啊 温度高的时候体内的水分容易流失 那流失的时候它的电解值就会不足 那我们最快的摄取的方式就是食用盐或是化酶 一般我们是都丢到那个矿泉水里面 工地作业高温防护 依据的是劳动部热危害预防指引 如今还多的热预警APP 我们可以直接在现场量测温度测入 就是输入我们的数据 行动资讯网发挥自主管理 除了提供及时气象数据 还包括热危害风险警示 热疾病处置 以及发生热伤害后临近有哪些医疗机构 透过GPS定位完全客制化 它可以显示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往后大概15到18个小时的一个 热危害风险的一个趋势图 那这个部分有什么功能 这可以就是让市役单位 它可以去做一个工作时间上的一个调配 依照温度变化 更分为四个颜色等级 让营造商更能准确掌握 确保第一线老公作业安全 戴士文校之节李明华 台北报道 响应环保台北市政府在三年前 在市府大楼以及机关学校 经用一次性的餐具 实施成效其实还不错 最近陆续扩展到了市场 夜市跟民间企业 期盼民众改变习惯 一起来爱护地球 公读生仔细擦拭餐具 台北市民众到量饭店的美食地下街用餐 只要选择内用的环顾一圈 已经看不见任何的免洗餐具 不用免洗餐具当然是最好的环保 可以改就是提供一些比较环保的餐具 有什么甘蔗做成的那一些 或是玉米做成的 可以替代塑胶做成的免洗餐具 这样容易被分解 环保署今年5月修正 禁用免洗餐具政策 目前还在研讨搜集专家意见 现阶段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 台北市环保局就率先推广 禁用一次性餐具 统计到6月底 已经有上百家企业响应 预计在年底在市场和夜市 将会全面实施禁用免洗餐具 不过也有不少业者担心卫生问题 在民国6、70年代的时候 确实是为了防治病情感染 进免洗餐具 卫福部他们针对这些良好食品规范 他也针对这些比如说 这个餐厅业者他的洗礼设备 还有餐具的清洁 他都有同一的标准 他们卫生党委会计查 已经上路的减速政策 也看到业者改用止洗餐 民众还是得从习惯改变 开始做起 大爱新闻 也跟环保有关 想要更加落实塑胶回收 环保署建立了平台 美和量饭店 物流业者以及回收机构 希望把塑胶包膜 回收成塑胶再生原料 达到资源循环再利用 工作人员大动作 拆解塑胶包膜 为了保护商品 这些包膜肩负重任 只是一旦拆下来 顿时就变了垃圾 现在环保署和量饭店 以及回收业者多方合作 要打造新的回收利用模式 店里面的工作伙伴 其实事先先把胶膜的贴纸 必须要先做处理 再跟我们的还收业者 固定时间来所谓的收回的部分 然后之后我们现在 正在跟科技大学老师在研究 怎么样能够把回收的例子 我们之后可以再转换成 其他可再利用的商品 对目前的处理量来讲的话 应该我们的得料率 大概占了90%左右 所以它的垃圾 还有一些损耗量 占了不到10%左右 环保署推估 台湾每年大约有 1700吨的废弃塑胶膜 也因为材质单一 经过回收后 能制成PE再生理掉 磨袋和板材 甚至是气泡袋和发泡板 都不是问题 卖场里面每一家分店 大概产生 一天大概产生 40公斤的包膜 我们卖场的配合 还有清除机构 它能够去集中 达到一个量的规模收集 那也能够达到 我们塑料厂的一个 进场的标准 这样子它就能够建立 自己的一个经济模式 官方叔表示 希望半年内 可以号召更多量饭店 和物流业者加入 在呼喊垃圾减量口号的同时 能串联上下游 创造更大的资源效益 大爱新闻 理事宣 梁家明 台北报道 有不少民众喜欢用山泉水来泡茶 感觉会特别的甘甜 不过医师提醒 山泉水千万不要生饮 万一水中还有农药 或者是重金属成分的话 就算阻沸 也很难把有害物质给排除 八卦山隧道正下方 两侧沟渠流下透明清澈的水 炎炎夏日感觉特别清凉 那水都涮到这个汽车 这个汽车的汽车 那都是铅 在所有的隧道 都会在隧道的出口附近 将整个秤气水引流出来 然后做成民沟排放到地区排水 这个地区的整个农业开发 跟隧道呢 因为它有通行一些车辆 所以多少少会有一些粉尘 那这些水其实本来就 已经不适合饮用 八卦山脉的山泉水 受到污染不能饮用 其他地区的山泉水 谁能保证水质安全没有疑虑 我觉得山上的水 应该有农药污染吧 对啊 觉得很脏 我从小就是喝自来水 不敢 因为现在都污染很多 不是像以前 像以前的时候 农业社会的时候 比较没有污染 真的是好习惯 山泉水就算煮沸 也不建议饮用 单纯除费大概只能防止 微生物的感染 造成一些肠胃炎 但是包括像农药 或者是重金属的部分 大概不是单纯除费 就可以解决的 医师再次提醒 不喝山泉水 饮用自来水 降低风险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系列报道 受到适利亚内战的影响 许多家庭无法团聚 部分的妇女 到了约旦投靠亲戚 想办法求生存 一起来关心 战争 让这些原本在阿拉伯文化中 最受到保护的女人 一个个心碎了 有人的先生加入了自由军 与政府对抗 有的男人选择留在家乡 守住田产 他们因此成为流浪异乡的寡妇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 有50.4%是女性 2017年的调查更指出 有将近八成的难民 离开了难民营 部分原因是性暴力 一个女性带着她一个小孩子 不管是住在难民营里面 或是难民营外面 跟一般的百姓混居 在这些阿拉伯女性 生活上所造成的困扰 或压力是非常大 压力有多大 在长期领取联合国 现金补助的叙利亚难民当中 有62%的难民 会为了维持日常食物所需 被迫缩减水电 医疗 教育等支出 有60%的人会拖欠房租 来挪作他用 还有45%的人 会申请新的贷款或借钱 这些都是现实的生活问题 叮咛小孩赶快做功课 阿姆拉的先生在工作时 被榴弹炸死 他带着三个孩子 从叙利亚逃到约旦 因为俄罗斯语言 我们会叙利亚语 原本期待能有个安全的居所 然而他们却只在难民营住了一个礼拜 就因为太过担心害怕而离开 直到有人告诉他 有一个叫做慈心之家的地方 可以免费收容 叙利亚寡妇和单亲家庭 如何你感觉到新的学校 这一栋语言 这一栋词心之家 收容了90位叙利亚单亲妈妈 他们在这里重建家园 把破碎的家庭 一个个重新连接起来 此季约旦分会 从2016年底正式任养 慈心之家29位学童 让他们可以到私立的欧拉学校免费读书 2019年起 此季更将赞助人数增加到135位 慈心之家的妈妈们 都不必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了 战争让看似柔弱的阿拉伯女性 激发出坚韧的生命力 俐落地准备咖啡和点心 46岁的叙利亚媳妇 马纳尔是科威特人 曾经是备受肯定的英文老师 在嫁给了支持 叙利亚自由军的先生后 就注定了家庭破碎的命运 让她愿意放下自尊 向外界求援 是因为小女儿卢珍 被诊断出缺乏生长激素 必须长期施打荷尔蒙来治疗 但是每一次的花费 都要新台币一万三千多元 她实在负担不起 没有人能帮我 三年后 他们说我们不能帮你 她的抗拒责 之后 我会认识Mr.Chain 他帮我帮我 慈禁约旦分会执行长陈继辉 找到了曾经参加过 约旦议诊的人议会钥匙 王志明 他愿意慷慨相助 这才让马纳尔卸下心头重担 她赢了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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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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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赢了 赢了 赢了 如今小女儿努力长大 马纳尔落叶归根 终于不再是飘零的落花 坐在地板上打造的法西亚 犹如城堡里的王后 因为在叙利亚 他是座永大片橄榄庄园的百万富翁 如今 这一块块的手工灶 是他在约旦 重新打造事业版图的一块块砖 尽管好时一个月可以赚一千三百块钱新台币 这和战前在叙利亚的富裕生活犹如天壤之别 因为战争让叙利亚的难民 他失去的丈夫 他失去的亲人 在心理建设是很重要的 命运将他们带离了叙利亚 但是这些勇敢的叙利亚母亲们 将犹如沙漠里的仙人爪 在风沙落尽后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张化西湖有一位越南新住民 他嫁来台湾15年 7年前 他在慈激骨髓干细胞 验血建党活动当中留下了资料 最近他配对成功捐出了周边血 帮助了血液疾病患者 躺在床上好像睡着了一样 他是越南籍的吴世淮 是一位已经嫁到台湾15年的新住民 如今卷起衣袖捐赠造血干细胞 帮助有缘的陌生人 慈激骨髓资料库 从1998年开始 与世界骨髓库连结合作 希望增加更多配对的几率与管道 台湾新住民占台湾总人口3%以上 有机会他们也愿意伸出援手 不管我们跟他说的什么他都全力配合 然后虽然说他也有做 在家这里有做小生意 但是他都会把时间空出来 他觉得说我就是要帮助人 吴世淮建党后7年得到配对成功的消息 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决定 志工也都全程陪伴 期待他的付出 能为另一个家庭带来幸福的好消息 带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此季澳洲分会有一个新儿专案 关怀自闭儿家庭 而且会定期的举办活动 让家长稍微喘息一下 也为他们加油打气 你拿一块钱 你什么要带吗 1$ 银货两气 买方要慢慢思考 卖方则要耐心引导 此季澳洲分会为新儿家庭举办活动 这次主题逛夜市 好 谢谢您 您必须赔钱 这么多 好多 好多 非常好 因为它给孩子的经验 买 首先提供小孩需要的一些帮助 是的 然后通过每一段时间举办一些活动 比如像今天这样的活动 就是给小孩更多的发展的空间 慈激职工用心推出可口的素食餐点 澳币一元或两元 累积爱的大力量援助东非 我没有认识到哪里 我认识到会计划 所以这是另一个原因 我们愿意来帮助赡划 是的 因为我觉得非常重要 甚至我们给了很多人 帮助很多人 帮助大部分 我们受到了此季的帮助 那我们作为家长也是愿意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太好了 然后像这样的活动 我是建议就是说 有时间有机会的时候 就可以多搞一搞 然后我们带孩子可以一起参加 与人互动体验购物 这场活动还有小朋友 落落大方上台表演 过去的他们 或许有些自我封闭的现象 但是八年的新儿专案 在专业老师指导下 加上慈激志工的支持 这些家庭逐渐快乐 再把爱传出去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工张金鑫 严秀聪澳洲报导 7月1号是加拿大的国庆日 烈志文慈激志工 利用庆典活动设置了环保宣导站 邀请民众了解如何来保护地球 艳阳天下 红白为主色系的游行队伍 更显得喜气洋溢 知名电影角色蝙蝠侠 也吸引不少目光 日本神教声势浩大 为加拿大国庆日至上祝福 我并不仅愿意 加拿大国庆日很高兴 但我并不仅愿意 谢谢大家 因为今天会更好 每个城市每个国家的好 要依赖每一个人 烈志文慈激志工11年来 每年这一天做同样的宣导 垃圾分类资源回收 大家的观念慢慢提升 所以也带动大家守规矩 那大家做环保做回收 我们就更轻松如意 好 现在我卡卡你 我这个要放在哪里 一般垃圾可回收 或不可回收怎么分 慈激志工制作大海报 引导民众学习 重复做 希望培养人人好习惯 大海新闻真神美之工 卢晶晶 林祖全 加拿大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就会一起看到 西班牙举办男性的高跟鞋赛跑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海十点新闻 我们再会